今天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任內罪是一份施政報告 雖然整份施政報告裏都有不少篇幅去描述房屋政策 但對比過去幾次的施政報告裏去看 今次這份施政報告就是最離身最不貼地的一份 在施政報告之前可能都會期望過政府會否輕度減壓 會否進一步放寬按揭保險門檻 或者手指客是否可以免稅上車 但這些為及市民可以救到近火的措施 今次施政報告裏是隻字不提 即是描劃了一個遠景給大家看 及北部都匯區發展策略 徹底解決土地和房屋供應問題 先不要說這些遠景是否真的可以實踐 對於未上車的小市民來說 期望會否再一次落空 最無奈的就是任憑他怎樣說形蘭異上 積極為民造事這些口號也好 我們秉持仍然而上積極為民造事的精神 事實擺在眼前 就是其實在林鄭月娥五年的任期裏面 施樓樓價再升了兩成再創歷史新高 可能你會說兩成都不太多 但發作實數去看 如果用猜股處的數字去反映的話 一層實用面積45平方米的中小型住宅單位 現在創新的樓價是752萬 如果以私樓入家庭入息中位數36,200元去計 這個家庭不吃不喝要17年多 才可以買得到一層中小型的住宅 就算只租不買 一層實用面積45平方米的中小型住宅 現在的月租都說16,470元 可能你會反駁我們應該要相信政府 因為政府也描劃了一個長遠的遠景 也釋出了希望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 當中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和增加與內地的融合 提出建設北部都匯區 佔地是300平方公里 差不多等於整個香港面積的三分之一 它裏面怎樣說呢 它就說將天水圍元朗粉嶺上水 和六個新發展區 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下川 元朗南、新田樂馬洲 敏感度和新界北新市鎮 透過加建鐵路延伸北環線 和探討自動接運系統 將這些地區融合起來 推動創科發展 同時增加土地供應 施應報告中是怎樣描劃的呢 它就說預計北部都匯區開發之後 總住宅供應量會有90萬5千個 到92萬6千個 容納人口有250萬人 可以創造63萬個就業機會 90萬5千個到92萬6千個住宅單位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呢 如果按長冊會的需求預算推算的話 你評估香港10年 平均一年 大概有4萬3千個公司型的 房屋供應才可以的 即是說這些供應可以滿足到 香港21年的需求 如果成功推動出來的話 真是可以解決到香港的土地 但是關鍵就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做得到 前提就是 究竟下屆政府是否真的願意執行 以及執行的過程上 會不會有扭曲呢 這是大家需要關注的重點 林鄭月娥就說 建議下屆政府會增設副司長 去督導整個細節安排 亦都會要求發展局 壓縮土地開發的程序 包括檢視成規程序 以及環評上高一些法定程序的安排 但是這些鴻圖大計胎死腹中的例子 其實過去都比比街市 譬如在曾蔭權年代 曾經都希望將青衣綠遊雅園 作為年青人儲錢置業的一個治安心計劃 但去到梁振英年代 就改了一個純居屋的項目推售出來 去到梁振英年代 推出了一個港人港地的計劃 但最終都只有一幅啟德一號用地 拿出來招標之後 整個項目都不了了之 可能你會說這些都只是 事誤性質的先導計劃 不可以跟一些長遠規劃相提並論 也好 我們用一些長遠規劃 來跟大家說說 回歸之後 其實董伯伯伯年代 在1998年 都提出過中藥港這個概念 但最終都是不了了之 亦曾經希望打造香港席谷的數碼港 最終亦都輪為一個豪宅的項目 時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 在2011年有份參與的 《啟動九龍東計劃》 都希望將九龍東 去到觀塘以至 啟德舊字 改造成為CBD-II 但十年光景過去 我們會看到啟德區 現在都未有很大的突破 接近樂城的商下有南風的The Airside 而看到在跑道區裏面 有些商業和酒店的項目更加是流標收場 在2021年的預算案裏面 財政司司長更加宣布 將東九龍五福的商業用地 改劃作住宅發展 對於啟動九龍東 當今次成份施政報告的重點 都側重去大西北的時候 他不是沒有提及到的 他說了一句 資生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維港都會區 亦都會擴大 包括明日大嶼遠景的 郊爾州人工島田海 之後就將它放在一邊 又假設 下屆政府真的會落實這個長遠規劃 到底這些供應什麼時候到位呢 施政報告裡面是沒有提及的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實際的 與其和我描畫一些什麼遠景 不如跟我說眼前一刻的施樓供應 是不是足夠更好 對於施樓供應 施政報告裡面也有一段是這樣描述的 他就說 施政房屋方面 包括鐵路物業發展 我們爭取未來10年 準備好大概170公頃土地 透過賣地和鐵路物業招標 為市場提供興建大概10萬個單位用地 數字並未計及市建局 和其他私人土地發展項目 加上政府決心進一步 增減土地發展的程序 我們有信心 私營房屋土地供應可維持穩定 拋出一個10萬個單位的數字出來 看起來就好像充裕 實情這是另一個掩眼法來的 來自政府和鐵路的土地項目 未來10年有10萬個 圍回一年大概有1萬個 但如果翻查過去10年上高 政府來自鐵路和政府招標項目 上高土地供應量有多少呢 平均數是12700多個 即是今次這個數字 遠低於平均數是兩成多 這裏引申了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政府未來推地 絲樓推地量上高可能會側重了私人市場上高的併舊 但目前樓價這麼高企的情況下 發展商保地價以獄是否還這麼高呢 而且你官乎土地共享計劃上高 它是一個先度計劃是三年的計劃 政府就說可以接受150公頃土地申請 但由實施到現在接近是一年半 但最終有多少宗申請呢 答案只有三宗 涉及土地只有20多公頃 達標率是不足兩成的 究竟這方面是否真的可以捕捉到 私樓工地量的不足呢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疑問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政府已經放棄了私樓市場 任由私樓樓價狂飆狂升 工地量是捕建爪之下 加上政府沒有一些 為及小市民的舊近伙措施 而且描述了一個遠景 自然成為大家炒作樓價向上的因素 尤其是一個北部都會區的概念出來之後 你看到在新界西北有土地的發展商 或者是手持農地的發展商 他們都自然成為今次的大贏家 譬如新地在澳頭 譬如恆基在元朗和錦田等等 二新世界等等 他們都會受惠到今次這個政策而是水漲船高 試驗報告都重啟馬尿水填海計劃 亦建議興建科學園白石閣車站 白石閣持有私樓的業主自然會成為大贏家 新地因為在站口旁邊早前投到一幅官地 他們都會受惠到水漲船高而成為贏家 其實我們口說都沒有用 試驗報告之後 本港的地產股都一併炒上 拋出多個軟境加上基建配入之下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今次的施政報告都會輪為 地產界將樓價炒作向上的因素 一批投機者自然都會進入新界西區尋寶 看到一些樓價還未升 或者是一些比較遠來鐵路的項目 現在都會成為炒作目標 例如洪水橋上城 存戶這些 現價11000元 都會成為投資者入貨的目標 司令報告的背後 成為了樓市高高高的協奏曲 最可悲就是一群無殼蝸牛 公屋門檻沒有放寬 私樓的樓價不斷向上 他們更加水深火熱 縱觀整份司令報告 北部都會區港的供應 北部都會區港的供應 都說是十幾二十年之後的事 受惠的 不斷向上升 頂盡都是下幾代的人 反觀現在供應量不足 再加上在一個量化寬鬆夾擊之下 這一代人就夾在中間 司令報告不但沒有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亦和國策共同富裕的方向 是有背道而馳的 到底整份司令報告的開中名義 就說是要解決房屋問題 但是如果你推出一些 短期壓抑樓市的措施 最終導致樓價回調的話 相信政府本身都負擔不起這個責任 但是將側重點放在供應上高 就不會得失到任何一方 表面上就是迎合大眾 實質上就是為首為美 不知道大家對這份司令報告有甚麼意見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你 如果你們本身喜歡看這類評論的文章和分析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你 和訂閱我們胡說樓市 在YouTube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和最重要是CLS 今天才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